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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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度調整呼吸 鼓足全身勇氣 重斜波飛速下滑 加速 在落差一百多米的山地自由飛翔 跳台滑雪起源於挪威 第一屆東奧會起 就被列為比賽項目 北京東奧會 將一共產生五面跳台滑雪金牌 包括 男子個人標準台 男子個人大跳台 男子團體 女子個人標準台 和新設立的混合團體 比賽在張家口賽區進行 跳台由座滑道 起跳區 著陸波 停止區組成 分為標準台和大跳台 K點是距離分 平分圓點 起平分是60分 然後根據實際跳躍落點 加分或者減分 距離分加上飛行姿勢分 出發門分值 和風力補償分 就是選手的最後得分 滑雪服一般是由合成纖維材料製成 厚度最大不可超過6毫米 亦都不能夠薄過4毫米 規則規定運動員的滑雪服、滑雪鞋 頭盔和滑雪鏡的總重量 由身高和體重來決定 對應雪板的長度 亦都有專門規定 滑雪板一般是身高乘以1.45 最闊為11.5厘米 板底有方向槽 比賽總共進行兩輪 首輪按選手世界盃積分倒序 或者抽籤排序出發 第二輪按上輪比賽得分倒序出發 兩輪得分分數相加為最後得分 決定比賽成績的主要因素是 滑行速度、起跳時機、起跳方向 和選手的心理質素 風動實驗證明 與雪板平衡相比 V型姿勢能夠減少28%的風阻 可以提供更多聲力 在飛行過程中 運動員可以靠手臂擺動 控制身體平衡 落地採用類似弓箭部的雙腿微屈姿勢 能夠有效減少對人體強大衝擊力 由於跳台座滑度的角度 和起跳端的養起角度等不同 加上氣溫、雪溫、風向、風力、雪質等 的自然條件差異 挑台滑雪比賽只有最好的成績